许多人的所谓成熟,不过是被习俗磨碎了棱角,变得是古而实际了,那不是成熟,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妖王。 真正的成熟,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,真实自我的发现,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,人生最怕什么都想计较,却又什么都抓不牢。 失去的风景,走散的人,等不来的渴望,全都住在原半的尽头,何必太执着,该来的自然来,会走得留不住,放开执念,随缘是最好的生活,人生的三成很长很长,要有足够的耐心让精彩慢慢生长,因为坚持和等候,人生才圆满,心光不问赶路人,时光不复有心人,只有不回避痛苦和迷茫的人。 才有资格去谈乐观与坚定,命运不会厚待谁,悲喜也不会单为你准备。 如果说人生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,那大概就是肆意生活的勇气吧。 不论顺流还是逆风,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,随着自己的心意,用心生活,用力向上,早安,没有特别幸运。 那么请先特别努力,千万别因为自己的懒惰而失败,还矫情的将人因归就于自己倒霉。 新的一天,期待每一秒的改变。 各位,早安,生命是要用真心演绎,需要尽全力走好每一步,需要用心呵斥。 那生命的道路就是美帝极致,每朵花都有其独特的色彩,每颗心都有其光芒的璀璨,每旅清风都会送来凉爽,每地甘露都会自若远远,都会留下不朽的诗篇。 坚持不一定成功,但不坚持一定不会成功,并不是井立墨水,是挖得不够深,不是成功来得慢,是放弃得快。 所以成功不是靠奇迹,而是靠轨迹,美好生活需要四度空间,宽度,深度,热度,速度。 成功者的工作状态具备舞动,主动,行动,生动,带动,感动,送给在奋斗路上的同路人,事业前途未卜,努力还需无数,捉意清劳弥补,执着成就建树,幸福就在前路,只需勇敢追逐,请你要义无反顾。 恍意的跌倒,胜过无谓的徘徊,人生不过几十年,似水一样流淌,不可恶足,一场轮回的时间,能遇见一场烟火的表演,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 即使结局是烟花熄灭,但终究在天空中炸放了笑脸,生活是没有迭尽的,它考验的是你的恒心与耐力,只要你多坚持一下,多忍耐一会,不悲弹过去。 不荒废现在,不惧怕未来,一切就会在你的掌握之中。 各位,早安,成功要经过三种水,冷水,汗水,泪水,成功要考验四个心,信心,爱心,决心,恒心,成功需要有五个力,动力,耐力,力力,坚持力,执行力,相信自己你能行。 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当压在我们肩上,就算我们竭尽全力,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一肩扛,理性的权衡,正确的取舍,才有可能收获最有价值的人生。 有的东西不过很久是不可能理解的,有的东西等到理解了又为时已晚。 大多时候,我们不得不在尚未清楚认识自己的心的情况下选择行动,因而感到迷惶和困惑。 咒语夜是黑白世界,哭语消是苦乐人生,人生的轻松,就是能在这个喧嚣的城市。 不用陷害于谁,也不必跟谁说讨好的话。 他玩他的,灭活你的,与其要别人看好,不如自己活到好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